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竹窗随笔 静之一一 白天众多事物中 有的处理得不好或拿捏不定 到晚上睡到天将凝时 起来静错 此时不受外绕 心静洁净 自己忽然能够清楚明白 所有的是非对错 白天哪些事物处理得不好 也都能清楚知道 由此可知 我们至今还没有明心见性 都是因为世芒心乱 而蒙蔽了原有的自性清静心 古人说 静见真如性 有的确真实不虚 静之一二 世间 世间酿造各种香醋 美酒 铸藏的时间欲久 味道就欲浓厚 干美 这都是由于 风的密不透气所致 古人说 古人说 二十年不开口说话 今后诸佛也奈何不得你 这句话真是大有深意呀 今天的竹窗随笔 就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